你好 胡子 嗯 说 我觉得中医不能完全被否定 因为我自己有很多亲身经历 我接受过中医的外科手术 当然是非法的 什么意思 你接受过中医的外科手术非法的是啥意思 对 我是有20多年的痔疮 然后呢 去医院的话是混合治 内治加外治17个治点 然后做手术的话就很痛苦 然后呢 那你 就是说你去了正规的医院 医生让你做这个痔疮手术 你拒绝了 对 因为我想等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再做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就死活要带我去看一个乡村郎中 然后我一开始是不愿意去的 他就给我说他有两个哥们在那坐了十年都没复发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给我惊到了 就是一个小民房 走了很远才找到他 然后他出去 那个老头出去种地了 出去种地了 找了他邻居把他喊回来了 喊回来之后 就我当时就想走了 结果那个老头跟我说肯定没问题 我寻思试试吧 反正就拉一刀 然后这个老头就找了个那个小鼠鼠刀 在我后背腰那个地方摸来摸去啊 嗯 然后说这个就只摸到两根 然后一共有四根应该 然后他就割了一个小口拿了一个小勾枝 就是就是根据我哥讲是把那个那个血管勾出来了 那个血管是有点泛白 嗯 什么意思 我没听懂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个这个村子里面的老中医拿了个什么 小拿了个小刀 是吧 对对对 然后呢 把你后背怎么着 把我腰就是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腰椎 不 就就屁股往上大概20厘米吧 那个地方就把两根血管给我弄断了 OK 大家不要模仿啊 千万不能模仿啊 有病去正规医院看啊 千万不能模仿啊 好 然后呢 然后 然后过了没有时候 剧痛 痛的离谱 然后过了大概10分钟 就我不知道你得没得过 他就会有一个 就在那个位置会有一些鼓鼓的东西 然后过了10分钟 他就消掉了 不是 你不是去割症状吗 怎么在你腰上割啊 对啊 就是在腰上割 不是你腰上有什么血管啊 你腰上不就是脊椎吗 对啊 我也不理解 但是我寻思反正也割不死 他说把你脊椎的肉给割开了 也不算脊椎吧 脊椎两侧 割开了 然后就 那你缝针了吗 没缝针呀 他给我贴了个创卡贴啊 让我7天别洗澡 OK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回去路上基本就没有痛痛苦的感觉了 你痴疮就好了 到目前为止的话是 大概三四年了吧 OK 好 你这个痴疮是去你们当地三甲医院看的吗 是 清医妇院 好 青岛市 青岛大学附属的一人民医院 对 好 然后这个医生是怎么跟你讲的 三甲医院医生怎么跟你讲的 他就说只能做手术 然后 然后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 夹不住的风险做完之后 让我做好准备 然后要 对对对 你说 就有夹不住的风险 然后还有什么风险来着 我因为时间有点久 大概大概得三年半之前了吧 我当时还挺害怕的 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 做了之后 大概十多天才能正常的那个作息 OK 好 就是说当地三甲医院的医生跟你说 就必须得做手术 不能保守治疗是吗 因为我这个话时间太久了 然后治点的话比较多 17个 OK 就是说必须得手术 是吗 医生就是表达这个意思的 对对对 好 然后呢 那个老头在你腰上 就拿个小刀割了两下 就把你这双割好了 对 行 好 我没有恶意啊 就是说你 就是你 你去医院看过精神科吗 应该是 我应该是没有精神疾病 不不不 我问你有没有去看过精神科 你回答我问题 没看过 没看过 那你的 就是你身边的其他人 有去医院看过精神科吗 有的 有两个抑郁症 谁呢 一个是我 我爸爸的舅妈 OK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我一个同学 就是你的 有血缘关系的 就除了你爸爸这个舅妈 还有吗 没了 OK 行 你多大岁数啊 29 29了 现在做什么工作 摄影师 摄影师 OK 你发生这个事是什么时候 就是疫情 就是什么 就是三年前吧 三年 差不多三年前 OK 行 你在当时你的精神状态稳定吗 感谢TD飞行 感谢飞行总 感谢 你当时你的精神状态稳定吗 我的天 不稳定呀 剧痛苦 就是你的精神状态是不稳定的 有什么其他的 就是行为吗 有没有其他的什么行为 就是抑郁常人的 在当时 抑郁常人的就是 我会去那个超市买那个 什么精 乙妈精 你买那个干什么了 因为 因为 管不住嘴 我老吃辣的 然后就犯 犯了之后就流血啊 OK 行 那就除了这个之外 你的行为 还有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 应该是没有 没有了是吧 对 行 你和你的家人 来往密切吗 密切 在当时你有痴疮这个时候 来往密切吗 也密切 也密切是吧 对 OK 因为我当时是住在 住在 就是我妈家 那时候还 就是刚从外面回来 然后那时候就是碰到那个情况了 出不去了 就暂时就在家里 你有痴疮这个事 就除了你自己知道 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我之前上学的时候 高中和大学的社友都知道 因为他们都 都以为发生过 匈外现场 就是说大量的血 对 对对 有多大量呢 举个例子呗 我没量过呀 大概 他会 我不知道对 对你直播间好 有没有影响 可能就 他会涉血 你懂不懂 就到了一定阶段会涉血 我一开始不懂 我们再聊医疗 再聊医疗 不要误会 再聊医疗 好 就是说你 就是说平时你这个痔疮 这个流血量 大概有多少 就大概吗 大概 大概 我对这个容积没有概念 大概的话 就是那个普通茶杯的三分之一吧 差不多 我感觉 我个人呢 就是我个人呢 我不是医生 我怀疑啊 就是说你呢 在编 你也不一定是在编 就可能呢 你在异想 因为就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啊 就是说怎么讲呢 就是说 就是不符合人类现有科技的发展水平 对对对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 就是说你呢 就我这边建议你啊 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种情况 一直有的话 建议你去正规三甲医院 去精神科去挂个号 去正规医院去挂个号 这个应该是没有必要 我精神还是挺稳定的 主要 我后 我一开始是不信的 后来我查了一下 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医生 然后我咨询了我一个 就是在我们当地的三甲医院的呼吸科主任 他是我朋友 然后他也有痔疮 他刚去割的 我就是一直去咨询他 后来我给他讲了这个经历之后 他给我说 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就是需要仪器的话都很难检测出来 但是吧 就是往那个地方走的血管 确实是经过腰部的 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我说你这个事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这边建议你去看一下这个 去正规三甲医院去挂一个精神科的号 我这边是这么建议的 但我不是医生 我不下结论 大幕有点少 我这个不够爆吗 你说 不是不够 咱们就实时求是聊天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 另外就是我还有一个经历 就是我之前在那个耳朵下面长了一个节节 然后是疑似是肿瘤 耳朵下面长节节是什么意思 耳朵下面就是长了一个鼓鼓的东西 三甲医院是耳垂还是耳朵下面 耳垂下面就是那个耳垂下面和那个颌骨上面 就是说和这个脸的这个交界处大概这个地方是吧 对对对 然后是 然后当时因为我这个东西长在那个三叉神经 如果做手术的话会有面瘫的风险 然后我们当地也是有一个所谓的神医 他的药聚贵 然后在那吃了半年草药 然后还有外敷的 他外敷的就是拿一些 有毒虫 然后呢说结果 然后呢 然后就是我当时是满脸青春痘 然后还是疤痕体质 脸上痘印特别多 他是专门去各种节节 然后跟我说结果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那个东西完全没削 但是脸上的痘痘全好了 就是东西没削脸上痘痘好了 对 然后最后还是去医院做了手术 OK 我想问一下这个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这个大概发生在我 就是初四吧 青春期结束之后 OK 那你吃他这个所谓的药吃了多久 吃了大概有半年 外敷的话是半年还要多一点 嗯 就是说总共历史一年是吗 对 OK 呃 是这样啊 你不吃也会好你的青春痘 因为你当时是初四 你是不是留级了还是怎么着 呃 没留级 嗯 你初四的话 我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大概17岁左右 就16到17岁 对吧 不不 呃 不是吧 16岁 哦对 是 16到17岁嘛 对吧 16岁 对 就是说你有些人他青春期过得早 有些人过得晚 就你不敷也会好 知道吧 对对对 嗯 行了 跟医生聊一下这个事 好不好 行 好 生活愉快啊 再见 稍微一等 其实我 其实我想串的 因为我 下一个